第九章 第四节 永不延弃之耐力练习方法 乒乓球运动的耐力素质练习 是指要求运动员在精神高度紧张的情况下 快速做出各种不同动作的能力 如连续扣杀或持续挥避的力量耐力 步伐快速移动的速度耐力 是一种与速度灵敏紧密结合的耐力 本堂课我们就通过几种常用的方法讲解 来为大家提供一些练习的思路 一 计时1500米 3000米 5000米跑 练习要求保持耐力跑的呼吸节奏 注意上下肢的协调 不服适中 摆臂轻盈 根据自身情况 选择较为合适的速度完成练习 练习量一组即可 根据自身情况调整距离 二 400米变速跑练习 练习要求 在直到的范围内进行冲刺跑 然后在弯道的范围内进行慢速跑 冲刺跑时要全力加速 使自己达到最大速度 并保持 进入慢速跑范围时 进行慢跑调整 包括呼吸节奏的调整 不服不平的调整等 练习量 400米为一组 共完成三组 组间休息五分钟 你可根据自身的情况进行调整 三 五分钟带足球跑或运篮球跑 练习要求 球不能脱离练习者控制 跑步过程中 可以使用足球或者篮球的各项技术 并保持前进的速度 注意呼吸节奏的调整 练习量 五分钟为一组 共完成两组 组间休息五分钟 也可根据自身的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 四 一分钟快速力卧撑 练习要求 每一次俯卧撑 要求动作标准 双脚并拢 双腿伸直 臀部收紧 躯干成直线 并保持水平 完成俯卧撑之后 快速跳起 垂直向上 双手在头顶上 双手在头顶上方完成肌掌 落地之后 再迅速俯卧 要求 整个动作流畅 快速 不拖沓 练习量 一分钟为一组 共完成五组 组间休息 1.5分钟 也可根据自身情况 适当调整 五 三分钟 无球发力挥拍练习 练习要求 练习者要保持 较快的速度 例如正手拉 弧弦球技术练习 重心要低 动作要大 蹬转动作要流畅 完整 挥拍踢球动作要快 有力 并能够快速完成还原 练习量 20个为一组 共完成五组 组间休息两分钟 也可根据自身情况 进行适当的调整 六 三分钟左右移动的 结合技术练习 练习要求 横向移动迅速 步伐连贯 到位 技术动作完整 回球有质量 保证一定的上台率 可以通过正手三点拉下圈球 正手三点拉上圈球 定点摆速练习 推挡侧身 扑正手练习等 要求横向移动的技术练习来完成 亦或者进行上下圈球的结合技术练习 例如反手拉下圈球之后 接正反手的不定点摆速练习 或者正手拉下圈球后 接正手三分之二台的连续拉等等 练习量 三分钟不停歇地练习为一组 共完成两组 组间休息三分钟 也可根据自身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 三分钟前后移动的结合技术练习 练习要求 要求前后移动迅速 连贯 到位 技术完成度高 回球有质量 并保证上台率 前后移动的结合技术练习 可以根据练习者的自身情况进行设计 例如 台内摆短之后 接正手或者反手的下圈拉球 然后进行全台的连续拉 最后完成一板中进台的高球扣刹 或者 首先完成台内短球的进攻 再接不定点的全台拉 陪练者注意变化供球的节奏 迫使练习者前后不断地调整击球 练习量 三分钟不停歇地练习为一组 共完成两组 组间休息三分钟 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 以上就是一些冰王球运动中耐力素质的发展手段 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身体和技术情况 进行有选择的练习 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本堂课的要点 耐力练习不延弃 意志品质靠魔力 结合专项特点起 前后左右 众心语